五十块钱呢 六月十九号那天 你见过他吗 六月十九号 见过 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 那天我们俩打了拳击之后 他说他要走 我就请他吃一顿火锅 我记得很清楚 这个季节 实在火锅最爽了 其实啊俺是不吃辣的 大老爷是不吃辣 行不行的 我师父挑着饭馆的 俺没关系 反正最爱最后一次 最后一餐吃的火锅 就当对这地儿告别了 他死了 对 他的死绝对与我无关 我们练拳击了 大宝 打拳都是有分错的 但是这个呢 手不疼 你头这么好 再说了 他是我的兄弟 我怎么可能打死他 你们绝对搞错了 打一个地方 上去 别打了 来吧 第二种伤痕出现在 死者的双臂 还有身体双侧 是这种椭圆形的伤痕 面积比较大 但是边缘清晰 并且重复多次出现 但是具体的成因 我们现在还并不清楚 这拳套打拽的凹陷 好像和尸体上的 椭圆形痕迹确实差不多的 比拳头面积更大 也更柔软 尸体上的伤痕 的确是由拳击手套操成的 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卢真 为什么愿意做陪恋爱的 她是很缺钱吗 那肯定的 她看钱的一样 她的眼神都发光 那她需要这些钱来做什么呢 她说她要离开这 你老实告诉我 你赚钱到底是为了啥 你要是不告诉我啊 今儿的钱你可别想拿到的 车票 车票 我要买张车票 啥车票啊 你真的要走啊 你说真的啊 你要去哪儿啊 问题回答完了 拿起来 给 你这样 我再给你加五十 你告诉我 你要去哪儿 你再给我一把了 就不要了 那你还回来不 咋的呀 回来还让你咋呀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穷甲子 小心没朋友 不甘不敬 出了没病啊 就是 对了 你们一会儿 每人得多给我五块钱啊 因为你们加了鸡腿 你没给自己加吗 我没舍得加 像姐这样的颜值和性格 这辈子估计是 靠人养是没戏了 我还得攒钱呀 还得养父母呢 得省点 不要这么悲观嘛 悲观的看待 乐观面对吧 今天那个孩子也是够惨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父母都没出来照个庙 不是每个家庭都是圆满的 不幸才是常态 别这么悲观嘛 这是命运 谁都白脱不了 好了 好了 说点高兴的事情吗 开心的事呢 就是这个孩子身上的伤 有一部分的来源 我们已经搞清楚了 还有更多的伤口 我们还没分辨出来 尤其是那个分界线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行了 行了 不说了好吗 先吃饭 一会儿呢 你们陪我去一趟卢真家 说不定才能发现新的线索 是不是 好 这个鸡腿钱我不想给了 你凭什么不给啊 还没吃呢就脏了 鸡腿为你死了 别给啊 警察同志 凶手抓到了吗 还在调查中 有结果了 会第一时间通知家属的 我们家卢真刚十三岁 你说他得罪谁了 妈妈 我有点饿了 那有吃的 你自己去吃去吧啊 我们家的情况可能你们也都知道 我们家的情况可能你们也都知道 我不是鲁贞的亲妈 可她从小是我带大的 她爸这么多年也不管我们 现在都出事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交代 您也别太难过了 我们能随便看看吗 看看 这房间朝向还挺好 阳光充足 我觉得这么看的话她后妈对她还挺好 这房间里就一张合影 还是卢真和顾峰的 看来她俩关系还真不错 这孩子还没撒谎 这人是谁啊 可能是卢真的生命 卢真的生命 我听说她在卢真很小的时候 就跟她把女婚了 就抛弃卢真 把饼干泡在牛奶里 小朋友 你很会吃吗 安 不要连你抢小朋友的饼干吃 亲手 你小儿子的腿是 是半年前 卢真带她出去玩 出车祸 撞了她 行 那不打扰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附近有水塘吗 有啊 我带你去 这么早见 你一会儿 什么事 有事